这一题是2015年HKDSE Math Court Paper 1 的第三题 题目就说到了 Bag A 里面有4张卡 它的数字是1 3 5 7 另一个袋Bag B 有5张卡 卡的数字是2 4 6 8 10 题目就说如果在Bag A 和B 里面抽一张卡 那就要找个Probability 是 那两张卡的数字加上是少过9的 好了,首先我们画一个表出来 这里1 3 5 7 就是Bag A 有的数字 2 4 6 8 10 就是Bag B 的5张卡 那它就说要Bag A 和B 的1张卡 数字加上要少过9 那我们看看哪些是少过9 2加3 少过9 2加5 少过9 2加1 也是少过9 4加1 5 4加3 7 也是少过9 其他那些就不适合了 其他那些就不适合了 其他那些已经是等于9 或者大过9的数字 那就已经不符合了 所以在这20个格里面 符合我们要计算的东西 就是两个数字加上是少过9的话 是只有这6个的 所以Probability 就是6 over 20 那弱翻拣就等于3 over 10 那这个呢 就是第三题的答案 这就是第三题的答案